一整团队33人到伊洛瓦底省漂泵市的达密多达雅沙迷尼寺院学校 距离仰光五个小时车程的漂泵 因为知识分子少与社会疏于连结 以至于贫穷者多 缅甸慈济教育团队便在2017年年初 引进了禁思语教学 学生回馈给老师的成果是用心 恒心 在幼稚园里禁思语的影响力也延伸到家庭 小小年纪能够分辨对错 明理是非 家长和老师都对孩子的将来有信心 成为社会栋梁 大爱新闻太左左 江家发 陈永胜 缅甸报道 昨天为您报道的理想